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余生被转将播! 仅预告片播放4.6亿,杨子肖战不愧为顶级演员。 一次一次又一次余生,请多指教以下简称余生,绝对是被溜的最多的一部剧, 可不管被溜了多少次,观众对这部剧依然还是抱有万分的期待, 用网友的来说,那就是余生虐我千百遍,我待余生如初恋。 不得不说,杨子和肖战不愧是顶级演员余生, 光预告片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4.6亿,这要是播出,那播放量的火到什么程度啊? 虽然杨子和肖战是影视圈的顶流级别演员, 但这两年确实有点流年不利的感觉,一直频繁进组, 可作品却迟迟压播。比如,肖战主演的《玉谷瑶》,去年就已经完成拍摄, 也发了宣传海报,但就是不播,咱就说气不气。 而杨子主演的《S》极大制作《青三行》更是遥遥无期, 沉香如谢也迟迟没有好消息传出,实在太让人着急了。 眼下虞生这部万众瞩目的剧又蠢蠢欲动了起来,网传, 该剧预计将于3月15日在湖南卫视播出, 这次是真的要来了吗?强强联合,万众期待。 余生改编自柏林石匠的同名小说,讲的是《大三学圣林之校》和医生故味相识, 相知和相爱的故事。作为一部当代都市小田剧《余生》不仅具备了所有报款剧的前置, 最重要的就是把杨子和肖战两位演员给凑到了一起。 杨子自从欢乐颂爆火后,就有了锦里的人设,之后与他搭档的邓伦, 李献都火出了圈,而片方可能也是看中了他这种好运气质, 在沉香如谢搭档还处于不温不火状态的诚意, 可能也是像借着杨子的东风提议提知名度吧。 但是也因为这一点,让杨子的粉丝大为不满,不过也确实, 当下的杨子应该更多考虑的是转型发展,而不是一味的带在古偶这个舒适圈里。 如果说杨子搭档陈毅有追着魏范的嫌疑, 那么他和肖战的合作就是强强联合了, 虽然肖战是在2019年因为陈情令大火。 可肖战的热度,流量在当下的影视圈中那绝对是一齐绝尘般的存在, 每部作品都十分抗大,去年热播的《斗罗大陆王牌部队》都能称得上《世报款剧》。 而此次杨子和肖战搭档不仅能摘掉奶妈的帽子, 甚至还有可能被肖战带飞, 毕竟肖战的热度那可是很多人都望尘莫及的, 两个人中,肖战作为收视担当, 而杨子则扛起演技的大旗, 这波老编愿称为天作之河。 从已经被播放了4.6亿次的预告片来看, 肖战还是一如既往的阳光帅气, 杨子也还是跟从前一样,鬼马可爱又温柔得体, 不得不说,这两人同框实在太有CP感了, 咱就是说余生到底还能不能播了。 泪绝不爱,还能不能播了。 对于余生这部剧来说,自从经历了定档又撤档的风波后, 就已经被网友自动带入《有生之年》系列, 希望在自己的《有生之年》内,还能看到这部剧。 也不能怪网友和粉丝们失望, 因为余生实在被溜了太多次了, 每次有新剧上映,就先拿出余生来为新剧抬轿, 尤其是湖南卫视的各种迷之操作, 让网友大呼,泪绝不爱,湖南卫视做个人吧!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余生传出要播的消息, 早在不久之前,就有消息称余生将空降北京卫视, 但事实证明,观众等来的只是一部多年后的副播剧。 后来又传出余生将要改名成美好的幸福的消息, 而很多剧在上映前都会经历改名风波, 比如李小冉河中和梁主演的《往后余生》在播出前 就改成了《今生有你》,前者听起来就满满的都是意境, 而后者就略显素期了些。 不过这都不重要,用网友的话来说, 哪怕他改成《小猪佩奇》我都看, 只要能成功播出旧行,以至于到现在, 围观的粉丝和观众直接说,要是不播一集, 我都不太相信的。 这不就是典型的狼来了的故事吗? 被溜来溜去的余生真的让观众等太久了, 而且直到现在都没一句准话。 而在这次传出的消息中,则直接敲定了准确的播出日期, 不得不说,这个日子就选得很微妙, 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,观众心目中的打假好日子, 那这个意思莫非是在告诉观众,这是个假消息吗? 总而言之,不管消息是真是假,只要有消息传出来, 就证明无论是在各大平台,还是在观众的心中, 都没有忘了余生这部剧。也相信当余生真的播出那天, 一定会开播集大爆,毕竟让无数人期待了这么久。 杨子,肖战无实物表演上热搜,而真正的演技巅峰是在36年前。 最近,在热搜上有一段视频大火了,视频中的杨子哭得撕心裂肺。 那就是电视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的片段, 对于自己心爱的人要永远地离开自己,她站在绿布前,哭得撕心裂肺, 将失去爱心的心痛表现的淋漓尽致。 不得不说,这部电视剧可谓是杨子的翻身之作,在电视剧中, 凭借着不俗的演技顺利提升了整部电视剧的品质。 更是为这部电视剧赢得了良好的口碑,而她也凭借这一部电视剧在娱乐圈顺利站住位置。 在视频中,不光是杨子,还有一位当红的演员贡献了无实物表演的不俗演技。 那就是肖战,在《陈情令》中,她饰演的主角为无限被于夫人鞭打时,被打得清金暴挤,口吐鲜血,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很疼。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演技,让她凭借着这一部电视剧顺利积身于一线明星演员。 大家都知道,古装戏是最考验无实物表演的,尤其是许多的特效加持,还有许多玄幻镜头的切换等,更是需要绿布等特殊装备来支持。 就比如主演《古装玄幻电视剧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赵又廷在采访中曾说:"其实我们长长小长,所以一个人在做的时候看着特别傻,旁边的人要忍住笑,还要配合。 比如说前几年很好的《风神》演绎,又或者是陈浩民主演的《技工》系列等。 而最早的《西游记》就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进行创造拍摄的。 可是最真正的无实物表演的巅峰是在36年前。 当时的春晚舞台上第一次有了小品这个品类,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,通过无实物的表演,不仅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细节,更是将无实物表演表现到了巅峰。 吃面低细节,表演得太逼真了,最后吃了好几碗,肚子都快撑破了,下蹲都很费劲。 这些细节上面的表现,都让观众感觉是真的在吃面,而非是在表演。 没有痕迹的表演才是最牛逼的,而追求细节的表演,才是最能感染感动的。 果不其然,从那次之后,许多小品都从这部中衍生,包括宋小宝、贾玲等都从中借鉴了好多。 但遗憾的是,基本上很少有能突破他们这对组合的无实物表演。 所以说,能够无实物表演打动观众的,都是好的表演。 而像Angelo Babby,从抠图中表演都显得特别假的,有人在对面都挤不出一滴眼泪的,注定没办法深入角色,表现出好的影视作品。 只能说,未来要走的影视之路还很远,且行且珍惜。